中台科技大学试光系的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 特别来到水里国中来宣导视力保健 除了宣导外 也用简单的方式来检测学生的视力 基本上我们是视力筛检的一整活动 那因为我们视光系本身培养的 就是医视人员里面的 厌光师跟厌光生 所以呢在场我们带领我们大三的学生们 他们接下来也是要进入临床实习 那因为平常检测的对象都是 学校的同仁 学校的同学 比较少说出来外面直接临床实际的实物经验 所以我们带领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借由他们学校所学的 一些临床的基础检查 来让他们认识一下 让他跟那些民众们接触 以及他所学的这些临床检查专业知识 都可以帮助这些民众 提早了解他的眼睛健康 水里国中的学生也指出 透过宣导不但能够了解到 手机对眼睛的伤害 以及要如何适度的休息 加上水里香看医生较不容易 能有这样的机会相当的好 他来讲视力 然后我学到 我学到晚上不要玩手机 就是不能在黑暗的地方玩手机 就是然后就是 你要就是看手机的时候要休息 要那个跟手机保持距离 手机不要开太亮 那个立体的那个视力 看有没有那个眼睛不好 因为这里比较偏僻 比较像下 要做这个检查的话 要到比较外面 所以感谢他们来到这里 现议员陈淑伟感谢中台科技大学的用心 也呼吁民众 眼睛是灵魂之窗 希望民众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眼睛 不要用眼过度 科技的进步 让手机使用年龄层渐渐下降 也造成许多孩子们视力受损 陈淑伟议员也呼吁民众 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双眼 避免用眼过度 造成视力受损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 水里采访报